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生是一个偵探故事 我们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就像做偵探 上次我们人生中很多要学 去赤 很多东西根本不肯定 原来人生去寻找神就像一个偵探 去寻找一个凶杀案背后的真相 但是如果不得其法的话 其实偵探一生只能找到一个疑犯 可以说是疑犯 找到一个疑犯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认识神的话 你就不是找到一个疑犯 你找到一个凶手 简单来说你找到一个真凶 如果很多人用错的方法 他们有生之年都只能够说一样东西 就是他找到一个疑犯 但是那个人明明是疑犯 所以换句话说你不知道他是真还是假的 他只是疑犯而已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认识神的话 你就会找到一个凶手 就是这个分别了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只能找到一个疑犯 那根本大家都有时间拗 疑犯而已 你怎么拗都可以 你拗多久到最后都还是疑犯 我想你知道很多人在一生当中 他说寻找神寻找神 但是我见证这些人到死那天 他们都是寻找到一个疑犯 但是最恐怖的就是 在他自己意识上你找到一个疑犯 他只是意识找到一个疑犯而已 但是我发觉这些人 其实他根本是没有找到一个凶手 他只是找到一个疑犯 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凶手他杀了这个人 那你杀了这个人 凶手只有一个 因为是他杀的 但是疑犯你可以找到五个 六个 甚至一些聪明一点的 甚至找到一百个 就是这个城当中 犯亲罪案是类似 这种形式的守法的 又或者甚至住在这个区域的 或者那个人没有不裁长的证据的 都被列入疑犯的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这个世界 很多人去寻找神的时候 他寻找了 竟然不是找到基督教 他找到其他宗教 有些找到天主教 有些找到佛教 有些找到道教 因为在他们来说 到死的时候 他们还是在找疑犯 他不知道 如果世上有一个力量 是被他找到一个空手的话 那个力量就是神 所以 我见证很多人去到离世 他们甚至是找错了空手 他只是找到一个疑犯 或者他觉得他找到十个疑犯 所以变成他很大机会 可以上到天堂 但是人生 我想你知道 认识神 你只是找到一个疑犯是不够的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的空手 那种肯定才可以 你一定要有那种百分之一百的肯定 但是顶尖的 谁知道我们知道 我们找到这个真空 好像一个偵探找到真空一样 找到人生里面的真相一样 我们在信仰上 怎么找到真相 我们怎么找到神 就是神这个说话 就回答了我们 他为什么回答摩西 说他带几百万人 带六百万人出埃及 如果他问起你的时候 你告诉他我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你用这个名字可以找到我 证明我是真实 并且证明我是存在的 而实际上很有趣 神就是叫摩西 走去埃及 去行十灾的时候 就顺带将我们所说的整个节旗 都建立了在今次这件十灾的事件 他们出埃及那天就是如节那天 他们去到派布十界的时候 就是五秦节那天 你会听到 神顺带叫他建立这个节旗 让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是什么 神是智有永有的神 就是神是掌管明天的神 因为我们所说的节旗 就是这个活剧预言将来 我们曾经分享过这个节旗 会莫就是神的时间表 神甚至带领摩西出埃及 都在证明这件事 就是他是自有永有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 原来神他早就说了答案 就是你怎样知道 你找到你是一个偵探 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责任 你去找到一个真正的空手 而不是一尾只说疑犯疑犯疑犯 疑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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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你自己到离世那天 都只是觉得有把握说 那个是疑犯而已 你也没有把握说 那个是空手的话 你身为偵探 你就失败了 对不对 但同样就是说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怎样为之寻找到神 是不是所有牧师都一定会寻找到神 不是 因为你要看到很多时候 他们用成就代表了他们寻找到神 而每个个说法都不同 虽然大题目就是成就 有些人就是带领大聚会 就是寻找到神 有些人数多就是寻找到神 有些人籌到钱 借到钱去建堂 就是寻找到神 我正在说这个错误 这些全部 说到最后 都是他们找到疑犯 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真空 圣经在这一节经文里 给我们知道 怎样为之寻找到神 就是你寻找到那位掌管明天的位 祂是自有永有的位 祂是亚伯康以撒雅各的神的位 祂是色在金在永在的那一位 那你就寻找到祂了 这个就是神一次再次 甚至在整个旧约里 所有会一次召唤耶和华的时候 就是重复这句 色在金在永在的真名 而这个名字 在旧约相对 直接就是神 这个字 如果你说佛教的神的字是什么意思 或者某些地方 你知道日本的神的字 只是代表了一些偉人 这个字本身就是代表了偉人 只是一个死了的偉人 所以你看到日本 差不多每一条街 街头都有一个洞 等人走过去拍两下手 低头就向他祷告了 他们说的神就是偉人 但你知道在旧约里面 耶和华这个字 就是色在金在永在的意思 直接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神的定义 对于他来说 时间 过去 现在 将来 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他表达每一次耶和华的名字 就是色在金在永在 这个就是他的特性 就是神的定义 但很可惜 这个定义 竟然很多基督徒或牧师 和他们在身上都没有开始去想 甚至幼致到一个阶段 想证明神在他们身上 他根本是用各样的其他方法 我们现在读的出埃及记 摩西是用什么方法 证明神在他身上 神就是用这个概念 就是色在金在永在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回 这个摩西五经 我们如何证明了 神在摩西身上 神的作为 和带领在摩西身上 我们直接再看回 你无论看多少次 摩西五经 你都心服口服 因为如我所说 当时神带领摩西的时候 去建立这个十灾的神迹的时候 竟然在十灾里面 是套上这个节旗 在里面 那个一定要预知将来才行 而事实上 神让摩西当时 去建立了这七个节旗 七个节旗 最后的三个到现在 都还是将来 对于我们来说 OK 所以你会看到神肯定 他在哪里 他同时存在在将来 他没错在现在 但他同时存在在将来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 找到疑犯和空手的分别 如果我们人生当中 要寻找神 你怎样才能寻找到真神 我相信很多宗教家 都未懂得回答你 到现在 但是神一早已经 用了这么直接的答案 去答我们内心当中 心处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原来 当你跟一间教会的时候 或者在一间教会同心 你怎样知道 这个宗派 或者这间教会 是寻找到神 就是你发觉 这间教会 去跟从神的 那个带领者 他知道将来 多不多前书 第十三章 第四节 爱是恒久忍来 又有恩情 爱是不直到 爱是不自夸 不张确 请赞 主爱千万 神背叛着我 到我每一刻 没有分钟晚 字太初 金鼓月未来 神大爱永不动摇 让爱自陈下都世上 救人 临在世间 最关中 主着我尘走 谁念我 并认识我 让我心 回忆 回忆了 自由 受满金消失 感谢